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转发 邀请更多的人来看 我们要开始谈我们的重头戏 也是非常多人关心的 就是谈首相今天三点刚刚宣布的救市措施 第二个救市措施 之前200亿的救市措施已经公布了 这个是2300亿的救市措施 所以加之前的200亿总共是2500亿 比之前西蒙颁布的救市措施多了10倍有多 非常大的一笔数目 现在我就先谈我自己对首相这个宣布的看法 如果10分我会打7分 这个宣布这个配套非常好 大家如果有看我昨天的直播 在尾端的时候 我有说首先你一定要派钱给人民 因为整个市场是死的 然后市场是死的 必须有资金来活络 然后大家都没有钱 所以你一定要派钱 第二个情况就是很多打散工的 没有EPF的人 现在吃饭都有问题了 如果在这样子的下去暴动 暴乱是非常可能会发生的事 因为吃饭最大 如果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看到他家里的孩子 看到年老的父母没有饭吃了 食不果腹了 他们没有选择之下就只能去犯罪 所以一定要照顾到这些低下阶层的人 大家不要只活在自己的同温城 忘了在外面还有很多穷困 现在你要跟他拿十块 他都拿不到的人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我去买水果 我买水果从来都不看价钱 因为我也不知道真正多少钱 我就选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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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就买什么我就买 我看到有马来同胞 他们来选了几个苹果之后 算钱 发现不够 拿完所有的钱还不够 就放回几粒 之后只买了三四粒的苹果 这样子 所以有很多这样子的穷人在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同理心要有 我们作为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 是我们有这个同理心会为他人想 所以之前叫大家不要去囤货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你囤货物价就会短缺 物资就会短缺 物资短缺 物价就会上涨 物价上涨跟物资短缺 最直接受害的人 就是这些比较穷困 做散工 有一天每一天的人 所以我们要为大家想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政府也派钱了 然后 他也派得很全面 大学生也有 里面的问题我就不讲 等大家底下问我 比如要怎样申请 其实你们不要问我怎样申请 我不是政府 明天就会有 Gadish Panduan出来的 我相信他应该也不会叫你申请 只要符合资格 他们有Data 你是M40 B40 他应该会直接进给你 最好是这样子 不要遇到人去申请 又要领取 包括给老师也有 给大学生也有 给单身的 未结婚的也有 都很不错 然后 我第二个要讲的 就是 不好的地方 这个就是措施有什么不好 他很大笔数目 但是很明显 他专注的是个人 跟公务员 他忽略了 最重要 也是我国中流底柱 我国经济的中流底柱 SNE 中小企业 如果没有中小企业 我国就完蛋了 我国的中流底柱 并不是那些大上市公司 而是这些中小企业 是这些中小企业撑起来的 我看完了 我也 我现在看回去 我也 写下了所有的重点 完全是忽略了 这些中小企业 他给中小企业的是什么 他有很多贷款 他就是要中小企业 他的意思是 给这些中小企业的贷款援助 就是我借钱给你 让你度过这一个难关 所以是非常的不好 然后我之前说 要强制出台的 我昨天也有说 物主应该降租 因为政府已经延缓了你的还款期限 你作为业主的 你也不应该收租 你要强制 不要让人民自己去讨论 自己去商讨 因为像我昨天说 合约法有一个force major 不可控力量 所以照理说你劝了租业 现在我不能使用这个房子 也是force major 我可以要求你扣起来这个租金 但是如果对方不给你就要告他 就要上法庭 一样的情况像我昨天说的 补习费先给了 或者是supply supply货物 supply不到时间 对方不理 他说你一定要严格跟随 补习班不给 他讲不是我不要交 是你不要来 是政府不让交 他不退 那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上法庭 当然你会赢 你赢的机会会很大 因为这是force major 确实是force major 可是你赢那已经是几年后的事情了 一两年后的事情 然后律师费要花多少 花去的时间又是多少 所以是没有用的 最好政府出台政策出台命令 多少个月租金减免 私人界 这个是最好的 但没有做到 这个是对中小企业非常重要的 因为薪金 租金 还有运作费用 水电费这些 就是中小企业最大的operating cost operating cost就是 就算你没有收入 没有生产 你还是要给的 所以蛮失望的这一点 这也是我为什么给7分的原因 其实首相慕尤丁的这个 类似预算案 这个旧事措施预算案 非常的好 但就是忽略了中小企业 其实像我这样的人 我也是中小企业 我不忘记非波也不忘记存大 我也是中小企业 我不会稀罕你给我那个1600块 一个家庭一次过给1600块 那个2000块以下的家庭 我也肯定拿不到 老实说我也肯定拿不到 我不会稀罕你这个钱 因为这个钱你给我 老实说只够还我的保险金 我跟我儿子的保险金 一个月就要1800多块了 所以我拿这笔钱是没有意思的 你现在要出台政策是要确保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不会倒闭 因为我倒闭之后我必须裁员 我裁员我不给你赔偿金 我不怕因为我公司已经倒了 你去告我我也不怕 不是我不能给你 是我公司没本事给你了 所以你要避免这样子的倒闭潮 倒闭潮之后的裁员潮 跟失业潮的出现 你一定要有这些政策来出帮助这些SME 可是政府没有 当然他有出台一个subsidi 就是薪水的补贴 很多人认为薪水的补贴是 员工跟我们 比如我的律师是3000块薪水 他跟我拿的3000块薪水 他还可以每个月跟政府拿600块 跟我看政首相的发布所得的 我不是这样认为 他既然说的是subsidi 我觉得意思应该是3000块薪水 600块由政府出 2400由我们出 当然这也不无小补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情况 这也是不无小补 但显然还是不足够的 像3000块 我一个功能我还要给2400 我省了600 虽然有省 但明显还是不足够的 政府必须出台更强硬 更人性化的策略 否则老实说 我在16号的时候 这个现行令还没有延长 才刚宣布 大家都是我的铁粉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现在有来的 我当时就说了 很多人会破产 很多中小企业会倒闭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吓你 以为是天方夜谭 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 包括我今天的文章 一开头我也写 大家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 这个疫情过了之后 如果我们都挺过去了之后 你过的生活跟之前过的生活 肯定是不一样的 包括我本身也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经济至少倒退5年或10年 等于过去5年的成长 全部都白费了 过去5年的时间都白费 这是肯定的 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新加坡 这一季度就是今年2020年头三个月 跟去年2019年头三个月比 就跌了10% 你要知道新加坡过去几年的经济成长 都是1% 2% 0.8% 不高 这10%的跌幅 就等于一次过跌了89年的经济成长 你可以想一下吗 过去89年赚的钱 突然一夜之间没有了 所以生活肯定是不一样了 然后接下来我讲1100人的 非常谢谢大家 大家再帮我share一下 还是Facebook比较多人 然后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么多钱从哪里来 首相这一次的就事宣布是2300亿 加马哈迪之前宣布的200亿 就是2500亿 大家记得2019年11月 10月11月公布的预算案 由林冠英公布的预算案 它的整个开销是多少吗 我们一年的预算案开销 次至3.20年 就是2019年公布2020年的预算案 它的总消费额是多少 大家还记得吗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记得 虽然只过了四五个月 是2970亿 所以请大家记得 我国一年的预算案 次至3.2%的预算案 就是我国一年可以花的钱 政府花的所有钱 包括给工人薪水 包括给租金 包括保养 政府大楼 包括去投资 包括去建MRD的所有费用 才2970亿 但我们首相今天就宣布了2300亿的旧式配套 加之前200亿 所以大家都称2500亿 我也称 我就称2500亿 但其实他今天只宣布2300亿 大家必须了解 所以我们这首相就宣布了 相当于一年我们消费的budget出来 我举一个很形象化的例子 我一年的所有费用 比如是10万 包括我供屋 供妻 买饭 带老婆去玩耍 保养我的家 洗地 请工人来的费用 一年是10万 然后我现在突然生病了 我突然生病了 我在这一个月里面 就要花10万出来的情况 我国现在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很直观的一个问题 就是钱从哪里来 这笔钱应该从哪里来 我刚才有提去年的财政预算案 是2970亿 赤字是3.2% 然后大家知道国家的收入是多少吗 赤字的意思就是 花费高过收入3.2% 所以我们只要简单的算一下 我也去算了 简单的算一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去年的收入 政府不是去年的收入 去年预算案 预测今年政府的收入是多少 预测今年政府的收入是2878亿 所以100% 这2788亿还不够去年政府的运作 去年预估今年政府的运作 还不够今年政府的运作 那我们要去哪里找2500亿出来呢 所以很多人会说 用储备金 说这个这样子说的人 我去纠正 因为我脸书朋友 有很多人都说 哎呀终于动用我们的储备金了 我们储备金很多钱 所以可以这样子动用 我都有去纠正 绝对不可能是动用储备金 你想多了 你不了解储备金 储备金不是这样子用 我国确实有蛮多的储备金 但不是很多了 我们有1000亿 1000多亿 我上了Bank Negara的网站看 我们有104亿的储备金 美金 所以换成马币 大概4000出亿吧 现在4.2嘛 4200亿的马币 不可 所以很多人就说 可以拿2500亿出来做就是配套 其实是不能的 为什么大家只要去Bank Negara的网站看一下就好了 这些储备金并不是现前存在中央银行 你懂吗 没有人会这么笨 也没有人会把这么大的现钱放在银行里面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流动性的现金 它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970亿 大概就90%了 974亿是以债美金 我现在都是说美金是以债券的情况 债券的情况出现了 它的债券可能是买外国的债券 投资外国的债券 也可能是投资国内的债券 就是债券 债券不是liquidated 不是你马上要就可以的 你要卖 如果你现在抛售价钱就会大跌 包括我国的储备金的价格也会跌 所以 是不可以 不可能可以马上拿出来用的 然后除了债券之外 我国当然有存有现金 现金大概是90多亿罢了 我们存在外国各个外国银行的现金 大概是90多亿罢了 然后我们还有10多亿的黄金 黄金储备有10多亿 所以我们有黄金留在我们的倾库 然后这是第一个原因 债券我们的外汇储备 Foreign Reserve 是不可能拿来救市 不可能可以拿来给政府用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现金 它的绝大部分不是现金 也不是你要套现就可以套现的 然后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 我们的Foreign Reserve 为什么不能拿来用 因为Foreign Reserve 就是对外汇储备 其实是我们马币的屏障 马币只是一张纸 凭什么我们拿这张纸可以换东西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看了很多关于这类型的书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国家印的这张纸 有那么高的价值 它说100就100 1000就1000 然后我们可以拿去买东西 不只在国内 去国外 我们也可以跟人换钱 去买国外的东西 为什么 大家想一下 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国的外汇储备 跟我们的 马币挂钩 我们马币发行有一定的数量的 它发行的数量就是用我们的外汇储备来担保 以前大概一两百年前 钞票像美金 为什么我们叫美金 因为美国的美金钞票是用黄金挂钩的 所以那时各国都有收很多黄金 马来西亚也收黄金 刚才我说的有10亿 但后来 钞票从金本位改到银本位 然后改到债券本位 因为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金 那么多银 而且你收着也浪费 所以现在变成了债券本位 债券本位就是我们的Foreign Reserve 刚才90% 97% 95% 我国的外汇储备是Securities来的 都是债券 所以这些钱 储备金 其实是为了保障我们的马币 让我们的马币能通行世界 有购买力 所以如果政府 把我们的储备金拿出来用 卖掉了那些债券 我们的马币 马上就会大幅度贬值 这是100%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同样的情况 我们 我刚才有说 马币有一定的数量 所以如果现在政府急需用钱 它印多一倍的马币 那它的财富会变一倍吗 不会 因为你的外汇储备还是这么多 你可以担保的价值 还是那么多 所以你印很多钞票的唯一结果 就是你的钱币大量贬值 大家必须知道这个经济概念 这个是一个蛮深的经济概念 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 可以大量印钱而货币不下跌的 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 包括日本之前量化宽松 大家看报纸一定都会看到量化宽松 这个名字 量化宽松就是大量印钞 日本印钞 它的钞票也大量贬值 但这是它的目的 因为日本经济停顿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它要让钞票贬值 让人民愿意出来购物推动经济 我刚才说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大量印钞 它的美金不会大幅度贬值 只有美国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有美军 因为美国有美军 我国全世界的货币政策都是一篮子的 如果美国急速崩盘 会造成美国的动荡 所以美国是绝对不会让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它一定会去干预出兵干预 也不是第一次了 以前的波斯湾战争 油价的情况 它都有出兵去干预 因为这些都动到了美金的根本 所以我们跳回来 绝对很多人说 不明就里的人说 是要用外汇储备来救市 这是不可能 也不应该的事 我刚才讲解了两个原因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明白 那问题来了 这2500亿钱从哪里来 我们的收入肯定是不足够的 有人就说 可能政府下半年会重启GST 说这个的人也是对我国的经济很幼稚 重启GST是绝对不足够的 我问大家 一年 西蒙还没有上台废除GST之前 一年GST可以为政府带来多少收入 有人记得吗 有人记得吗 我数三秒 不然我就说答案了 3 2 1 没有人记得 我没有看到有人回答 只收了400多亿 三年收了800多亿 从2015、16、17年 这三年才收了800多亿 因为第一年是4月才开始 所以收没有那么多 只收一年 只收400多亿 所以要收5年 才足够我们这一次的救世政策 而且这400多亿 还没有扣本来的SST 我们SST每年可以收200多亿的 所以你推出GST 你一定要废除SST 所以你真正净赚 你推出GST SST本来有200多亿 所以你推出GST有400多亿 不能收这200多亿了 其实你只净赚200多亿 所以你算一下要12年 才够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 当然 推出GST 会收多200亿的钱 当然对政府也是不无小谷 但绝对是不足够 完完全全是不足够来应对 这次政府的救世配套的 那 又回到我的问题了 又回到我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2500亿 我现在就回答大家 我不卖官司 我讲话直来直往的 就像昨天直播也讲错话 跟我那位朋友 很不好意思 唯一的罚子 就是发行国债 我国一定会发行国债 所以我国的债务又会增加 发行国债 发行债券 叫外国人来买 当然外国人现在不会去买 老实说全世界都很惨 不只是马来西亚罢了 那买的人是谁 我国拥有最多现金 最能投资的 是什么 大家想一下 EPF 叫EPF撕下去这些债券 作为他们的长期投资 当然政府会给他利息 债券的利息通常都蛮不错的 因为它是稳定的 除非这个国家倒 除非马来西亚破产 像以前的希腊这样 不然这个债券永远都会定时给你利息的 所以是很稳当 但是他的利息也不会很高 也不会很低 因为他的风险相对低 一个国家要倒闭没有这么容易 所以他会叫公积金区来买 所以钱就是从哪里来的 2000多亿对公积金来说是小数目 当然不止公积金一个人买 他可能会叫外国的基金来认购 公积金当然是最大的部分 然后我们还有KWAP 就是军人警察的公积金 然后还有其他的退休金 他们都会去购买的 所以钱最主要的来源 大家看我说的对不对 一定是发行债券的 国家会再发行债券来筹集这笔钱 所以我也说了差不多的时间 大概就讲到这里 我不要讲的太深 大家不要问我怎么去申请 我不是政府 我不是慕尤丁大家等Karis-Panduan 现在政府的效率提升了 在三四天前我就开始 称赛政府有做对了一些东西 我讲的一些是我讲的 一些我没我讲的他没有做 像我刚才说的那些 所以政府应该明天就会推出 我希望他不要再让劳民伤财 让人民去申请 我也最希望他可以做出租金减免的东西 我也会跟我的屋主谈 拿那个Fox Majuric的条文出来谈 这个Fox Majuric的条文是很好用的 面对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好 我现在